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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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来复是茫茫 竞争事与嫌凡 六朝五八三风起过 东正西逃 不略今安在 空气朝 眼光芒草 盼生梦远离 雄心装起 五光彩今回到 一边长安孤岛 闻交续百年夜老 唐朝汉时清宫朝远 冥冥剑斗 一边不暖 周六五三风起过 五光彩今晚主中 五光彩今晚先 一边不暖 一边不暖 四季六三风起过 二天不暖 二天不暖 五光彩今晚不暖 是谁能报 是谁能报 黄河北岸的山西瑞城县永乐镇 是道教八仙之一吕洞宾的故乡 全真道创教祖师王重阳遵他为师 元代全真道兴盛于世 全真门徒追根溯源 便将吕洞宾的故居创建为道观永乐宫 今天他是我国现存最大 保存最练完整的道观之一 于陕西重阳宫 北京白云观 并称为全真道三大祖庭 王重阳生于北岸宋末年 他说自己的传道恩师是吕洞宾 这种说法让人无法信服 一个唐末的高人 如何能够跨越时空传道给他呢 先觉者的痛苦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王重阳的相贤张在北宋观学大儒 曾说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胜济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张在的四位学说 也是经过一段时间才被人接受 王重阳传道之初所受的挫折 正如张在创建观学一样 都要忍受内心的悲凉与孤寂 王重阳在观中 无法实现自己的传道大业 他远行山东半岛 收下了全真七子 他的言语从此不再是风言风语 而成为了一个大觉悟者的智慧解经 在全真道的宗族谱系中 王重阳将钟离泉 吕洞宾 刘海禅都纳入其中 王重阳在寥寥歌中说 汉正阳西唯一帝族 他建立的这个宗族谱系 得到了弟子们的认可 王重阳的大弟子马丹阳说 过重阳 孟纯阳 若起新乡 李正阳 三师 祝我阳 吕洞宾是何许人 为何王重阳要追奉他呢 台湾学者南怀锦 在中国道教发展史略中说 晚唐以后 由吕洞阳真人 虎自崛起于道教之间 浊然特立 离宋元明清千余年 而至现代 积如太上老君的富亚 自元朝以来 又被尊封为福佑帝君 其声望之龙震撼中外 可谈唐代新兴道教的革命神仙 淑妃 张道陵 寇千知 葛洪 陶洪景等先知所及 看来王重阳正是看中了 吕洞宾的革命性 他要接续吕洞宾的余脉 完成中国新道教的创建大业 渔州间的营养溶度 实施在变化过程中间 渔州之间的死瓦 随着渔州的自然的营养溶度 也实施在变化 刀家也是人间生活的渔州死瓦 随着营养的溶度也在变化 刀家的死相产生在黄老 将今现在有五千多年的历史 诺子江泽以后较劲 现在也是六千五百多年 随陶自己都有一个精华 但是由什麽归下 原来都叫的修理亚 都叫代定派 就是另外一代 但是由随陶自己而发展 都由外一代的一种力量而另外一代 这就是国家 所以人生任何东西都是具比的 何必要与外缘而去练养 应该在离德的皇帝都叫朝圣 都是练外养 但没有的还多 这说明是随陶自己的律东兵 对国家的攻击 这家人的攻击就是由外胆 加小内胆 不是练是在锻炼 这是个很科学的东西 这就是攻击 吕洞斌生于唐真元十四年 足年不祥 他身长五尺二寸 洗顶华阳金 身衣黄白衫 技衣造底 壮类张子房 二十不去 早年的吕洞斌急急于功名 却屡次落榜 会昌年间 四十六岁的吕洞斌到长安 参加进士考试 他在长安九四 遇到了得道高人钟离泉 两人把酒言欢之后 吕洞斌忽然困倦 他倒头睡去 一阵黄粮美梦醒来 他忽然明白 富贵妻女皆为空相 幻徒亦不足恋 人生乃一大梦 所谓黄粮游未熟 一梦到华绪 这个钟离泉 曾是厚瀚的一位将军 明代以后成为道教八仙之一 他度化吕洞斌 并传授剑术 吕洞斌随后开始在中南山引修 但功名之心却未死 贤通三年 吕洞斌第三次参加进士考试 终于中了进士甲科 但他已是六十四岁的老人 他先后在武丰 庐山 巡洋等地做宪令 后来终于对仕途心灰意冷 随器官从道 吕洞斌在城中离云房诗中写道 生在儒家御太平 玄英众志不依清 谁能世上征名利 臣是玉皇归上清 他杰茅与中南山等处 潜心学道 后来又便由蓬莱 武昌 武当山 华山 长安 洛阳等地 诗医治病 诚恶扬善 行侠步道 逐渐演化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神仙人物 人际于主编的中国道教史中说 唐末五代的社会动乱 给修道之恩的队伍中又增添了两类人 其中一类就是仕途无望 归隐山林 从道教中寻找寄托的人 另有一类专修道教之方术的人 以求在乱世中或生存自保 或救助贫弱 这类人虽然并不一定都是读书人 但也同是借道教已渡乱世 唐末五代所出现的这两类追求道教的人物 可以找到一个把两类人物荣于一身 而又对后来道教发展影响最大的人物来作为代表 这个人物就是后来被传为神仙的吕洞宾 道教关于吕洞宾的传说很多 说他遇到苦竹先生 学到高奔上圣之法 遇到太座真君 学到太玄日月之法 遇到火龙真人 学到天顿剑法 在长安遇到钟离泉 经过时事 学到金丹太义之功 宋史陈团传说 关西一人吕洞宾 有剑术 年百余岁 步履清洁 倾刻数百里 树来团斋中 后世传说 他能飞剑取人头 惩处恶人 说他有度人之心 而人不识 说他为人医病 救度穷人 经于道教的各类方术 人们把各种神仙传说 都附会到他身上 使他成为道教中 无所不能的神仙人物 宋代吕洞宾的信仰 就形成了 明代以后 他被道俗信众 共同奉为八仙之一 并且最为著名 他在自勇中说 朝此百月目三无 袖有青蛇胆气粗 翻入岳阳人不识 朗银飞过洞庭湖 在唐末 吕洞宾 以一个儒雅的剑客形象 出现在世人面前 他说 背上霞中三尺剑 唯天且是不平人 诗中的侠气与豪情 让人为之一阵 他论及剑法说 剑有道剑 法剑之别 道剑出注无形 杀奸以去神散之法 法剑 世俗共睹 智人以技艺 吕洞宾精通剑术 以除越 所以后世道观 为他塑像时 都是一副 身碑宝剑的剑客模样 后世门徒 还将他传世的剑术 称为纯阳剑法 吕洞宾身负宝剑 云游四方 有时甚至以剑为笔 提诗作父 他在剑诗中说 欲整锋芒 赶丹劳 凌晨开霞 欲龙豪 手中气带 冰三尺 时尚精神 舌一条 为何练剑术 吕洞宾说 剑术第一 断色欲 第二 断贪嗔 第三 断烦恼 吕洞宾的建设很高 在道家里有剑线派一面 剑线派一面 就是尊吕祖为使 为走势 所以吕祖要说剑线派 也算是开派的一个走势 前尊教 针锋吕祖 就证明了前尊教 他有一种 跟民间宗教 他有一种很密切的联系 是知其民间信仰的属长 来笼纳到自己本门教派之中 这也是前尊教后来得以发展 长大的一个严肃 因素之一 那我们知道后面 旅主经过 由于在前尊教里面 得到针锋 针虫 被封为无主 所以他后面 在后半段 中国社会的后千年里面 他的影响持续的上升 我们知道 这个中国历史上 每一个朝代 他都有自己的 这个历史为复国神 从道教来讲 都为复国神 大家都知道 这个唐代是把太上老经 就是老子 作为这个复国神 对吧 那这个明代 大家也知道 是把这个真武大帝 作为复国神 对吧 但后面的 其实到清代 就是应该是这个李农斌了 因为从这个清代 后面 这个官方 官府地下加封的封号来讲 那是其他的神仙 就是无法比语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 就是这个李祖的崇拜 还能够得到这个持续的上升 上至国家 技术的层面 下至这个民间的信仰 我认为 当然一个是前尊教 他把它纳了五祖系列 另外一个 还有这个李农斌李祖 他是有一种大秤的普渡的精神 那后面这个民间崇文李祖 把它比喻为前门东的官司英 就是道门东的官司英 好像他的这种 这个大秤普渡的精神 这个是对民间社会 是受到保养的 因为这个前尊教在这个民以后 他主要是偏向于向民间社会的发展 这时候李祖的崇拜就越发 这个以民间的这个信仰 向不启合 对到这个越来越大的影响 李农斌的日常生活 从他的诗作中也能看出端倪 闲来无事 满青山 闷及鸡头 获丹药 起来悬点黄金麦 不是人间作孽前 他都受丹药 以此为生 闭门清咒读书吧 扫地焚香 道日不 他靠打坐 读书来度日 绿酒醉眼 闲日月 白平封定 调江湖 等闲道尽十分酒 御性高银 一百篇 他已垂调 饮酒 副诗 作书自语 此外 他还意齐 舞剑 副琴 这些都是士大夫 所崇尚的生活方式 再加上道教的炼丹 他既勤雾外 了绝成缘 参透了必是全生的要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灵道》作为一个道教中的改革派 它就是在中旅这个丹道派变革的基础上的一种进一步的发展 那么中旅的这个金丹派的它的变革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还有呢为什么他们要对传统道教进行变革 因为传统道教所追求的 基本上他们以两种方式 因此而分成两派 一个呢就是丹顶派 一个呢是俘虏派 那么丹顶派呢实际上就是通过烧炼外丹 然后得到长生不老之药 吃了这个丹以后呢 能获取一种长生不老或者白日升天 这样的一种追求 这个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这个外丹药和烧炼的这些大部分都是化学药品 化学的物质 或者是一些金属 要牵了拱了 这些对人体都是有害的 他通过烧炼出来的这个物质 对人体也是有害的 很多人吃了以后就会丧命 所以说你想我们以唐代为例 唐代的皇帝从唐太宗开始 一直到唐末 有很多的皇帝都是因为 宠信方术 听信了这些方式的 尽先的这个外丹 吃了以后被毒死了 所以他的危害性非常大 那么到了唐代以后 他的危害性日益明显 所以说很少有人在来听信 这个外丹的烧炼了 外丹主张用炉顶烧炼铅 钳等矿石药物 以致长生不老的丹药 照义二十二世扎记中说 唐太宗 宪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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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等皇帝 一端暴露出来 内丹学说兴盛 是避疾而变的结果 俘虑派呢 也是传人道教非常重要的一个派 变成很多的支派 本来名声还是不错的 这个俘虑派 到了背宋末年的时候 也已经声名狼藉了 所以说丹顶派 没有人再相信了 俘虑派又声名狼藉了 那么道教如何发展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说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 这个内丹道才会兴起 那么道教呢 要想发展 就得寻求其他的途径 相对于传统道教 以稍炼为主 也就是以外丹为主来说 崇利全和吕宪宪宪所创立的这个 内丹派 就是一个 具有革命性的一个道派 他是比传统的道教 也是完全不同的 吕洞宾对道教的贡献 是他改丹签 与黄白之术的外丹修炼 为内丹修炼 直接上成东汉时期 正统道家魏伯扬的丹法为道统 他还第一次向世人披露了 修道的具体方法 强调精气神的整体修炼 与阴阳五行观念的结合 此外 他采纳儒家与佛家学说 以慈悲度势为成道的路径 强调以慈悲伯计 忠孝仁义为道 他认为 立行者定能 炎年年年年远盈喽 修道成先 他在劝士诗中说 一毫知善与人方便 一毫知恶劝君莫作 一时随缘自然快乐 算是圣命 问什么不 欺人是祸 饶人是福 维产同其造 这是在东汉时期 是韦北扬谢的 韦北扬谢的其实这个人 在我们德教城市 是霍农者也正是韦北扬 韦北扬谢的主义惨同其 他认为是人生随小于天地同图 天空中有什么东西 人生上随便也是有地 所以是 它是根据这个自然界的 营养 无形 八卦的原理 付出于人类 所以主义惨同其 意思是引遥变化 八卦物行这人生都有 产活起来 小题兵录的读写 读写人家说的很情书 定罗 约我 霍侯 彻月 最后解答人家都说的很情书 中离犬与吕洞宾 继承魏伯扬的内丹修炼术 即福气 存思 碧骨 静弓等诸种养生术 以及中医脏腹经络学说而成 主张以自己身体为丹炉 以体内之精气为药物 运用神去烧炼 使精气神宁为圣胎 圣胎可以离开身躯 而为身外之身 永世长存 中离犬 吕洞宾 是内丹学说的倡导者 而且身体力行 他们以自己的百岁高寿 向世人昭示了内丹修炼的成功 成为大名鼎鼎的活神仙 内丹方面 道家内丹方面 他在强调道家的理论上强调是性命 性命两个字 强调性命双修 吕洞的乔学歌里就说了 知修信不修命 这是修行第一病 知恋走信不修 但万劫阴灵难为胜 他就强调道家里边讲的就是光片中修信 光片中修命都不行 要性命两个人都得了解 这道家内丹里边最强调的就是这两个概念 原代 全真道的一件道事 一二四七年 全真门徒开始兴建永乐宫 受此影响 各地也纷纷修建吕祖庙或吕祖殿 将吕洞宾作为道观主神来供奉 1325年 永乐宫三清殿壁画完工 1358年 纯阳殿壁画完工 永乐宫的施工期 长达111年之久 几乎与元朝共始终 而纯阳殿壁画的最后完工 则已到了明代洪武初年 永乐宫的兴建历史 可以说就是元代的道教史 今天 这持续一百多年的壁画工程 让永乐宫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重镇 永乐宫现存的古代壁画 为世界现存的古代壁画艺术宝库之一 可谓东方艺术画廊 它是世界美术史上的杰作 是元代全真道徒留下的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 它是堪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意大利壁画铭记媲美 而创作时间又早两百年的艺术真品 永乐宫壁画 采用传统的中国宫笔重彩形式描绘而成 从风格上分为两大类 龙虎殿 三清殿 风格尽似 都是使用富有装饰性的重彩勾填法 纯阳殿和重阳殿壁画 多为描写富于生活气息的连环故事画 它描绘了吕洞宾和王重阳的修道成仙 是研究十三十四世纪 中国社会政治 思想 文化和艺术 难得的实证资料 永乐宫壁画中的极品 是三清殿所绘的朝元图 它是描绘道教天神地祈 朝拜宇宙最高尊神原始天尊的情景 其场面之宏伟 人物之传神 绘画记忆之高超 十分罕见 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被称为中国至目前为止 仅见得最大的一幅人物画 代表了元代壁画艺术的最高成就 它是大规模的汉宫威仪展示 是表现中国气魄 中国风范的伟大艺术 朝元图总面积为四百二十九点五六平方米 画幅平均高度四点四米 总长九十七米 共画神旗二百九十尊 俗称三百六十植日神 八位主神像身高近三米 最低的玉女也在一点九米以上 均超过了真人的高度 在四百多平方米的墙面上 画家以传统的对称仪仗形式 画出了二百九十位整齐的朝拜队伍 这支朝拜队伍以青龙白虎星军为先锋 以三十二天地军为后卫 他们共同捍卫三清神像 构成一幅完整的朝元图 诸神教下降云缭绕 背后锐气俯腾 使观者如临金雀先攻 玄都圣境 这个神仙世界所展现的衣冠典制 把汉民族的服饰 把中国、周、秦、汉、唐、宋 历代的朝廷仪仗 都集中地反映在壁画上 成为中国古代壁画的集大成者 壁画上使用的石青、石绿颜料 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却依然鲜艳夺目 光彩照人 今天的永乐宫 经过六百余年的风雨 作为全真道祖庭之一 它蕴藏的元代艺术瑰宝 早已超越道教的范畴 成为当今世界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而书分世之一 寺度词 未经过四百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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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是正义的 未经过四百余月 未经过四百余月 不得发展 刘凯禅主持有一个故事的 刘凯禅当年 这个辽那边是做高官的丞相 这个当时有一个艺人 磊完把这个鸡蛋一门门垒起来 垒很高 他说这个危险了 要倒了 这个艺人就说 他说相公啊 你比他还危险 刘凯禅主持一言就觉悟了 挂袍封印 就悄悄地就离开了 然后去修道了 刘凯禅呢 他是这五代的燕国燕国的艳相 就是做过宰相 他当时地位很高 后面中立前那些脸画 告诉他这个 你这个地位越高 名气越大 你这个危险越大 让他这个归于道门 那他是这个应该说是 起得很高地位之后 那又有本身自己的地 这个地宗教游族 地人生 游族领墓 这样的话归于道明 唐后期到五代的这段这个历史里面 他应该也是 是内丹道派里面一个重要的人物 但是他的最重要的 以前人家最重要的秘密 还是个南宗 五祖旗带就把这个南宗跟北宗 共同重逢的这个祖师 都合为一处 那作为这个 作为本派的这个神灵的供供 那刘海禅是作为这个五祖 那就被纳落在这个普析里面 在吕洞宾的身后 接续内丹学说的 是道教的另一个重要人物 陈团 高寿的吕洞宾 一直活到了北宋初年 他在隐居华山期间 将自己的一生所学 传授给了陈团 陈团在华山隐居四十多年 成为北宋初年 闻名侠尔的隐士 他在华山石壁上 刻下无极图等图示 探究生命的起源 寻找延年易寿之方 他发明了炼阳内丹的 五个阶段或境界 使内丹修炼术 具有了哲学色彩 陈团以无极为宇宙本源 宇宙万物生成 经历了五个过程 由上到下为 一、无极而太极 二、阴静而阳动 三、武器顺步 四、顺以生人 五、化生万物 陈团用天人合一学说 来指导炼养内丹 则需要逆意承担 这五个阶段由下而上为 一、得俏 二、炼己 三、和和 四、得药 五、脱胎还须 朱以尊在太极图授数考中说 为环者四、为五行其中 自下而上 初一、曰原聘之门 四二、曰炼精化器 炼器化神 四、三、五行定位 五、气朝圆 四、四、阴阳配合 约取坎离 最上约炼器还须 复归无极 故未知无极土 刻在华山石壁上的太极土 明代已经遗失 成为今日华山的一大汉室 由于臣团对内丹教义的产发 后世道众尊称他为臣团老祖 臣团的学术思想 以及他对周易的研究 对宋代大儒周敦仪开创理学 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成潭老祖 本称了道家粉圆派的 台湾老君所创的 道家是很传统的东西 怎么说极大呢 老祖把河图洛书 和西方之所先天异学 融会贯通的放在一起 大自然 春生下涨 秋初冬长 这么四续变化 形成了一年365天的 二十四节气的 时间阴阳的互化转化过程 形成了一套很系统的理论 或者叫太极图说 然后老祖是在中国的文化史上 开创了一个什么先河呢 就用图来解释大自然的规律的 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也推动了道童文化的发展 宋神宗 宋神宗 这个702年 就是1099年吧 在这个期间呢 在四川入到先人 这个刘海山 刘海山呢 把这个真正的 刘海山的金丹油火猴 这个真传 传给了这个 紫阳之人 嗯 在这个当中啊 紫阳之人把这个真传 得到了以后 就 就说是1075年 在这个时候 就在紫阳这个对门 有一个 贤人宗这个庙 在这里修炼 修炼 做这个物证篇 物证篇是 我们道教的 重要的内丹 修炼的一部书 这个 用的这个 七言 诗词 做我的 对 张伯端在物证篇中说 梦夜西华 道九天 真人寿我 至玄篇 其中简易 无多语 只是叫人 烧拱千 张伯端是北宋时期 产发 宣扬内丹学说 最厉的炼养知识 他结合自身的实践体验 进一步 产明了 炼养内丹之法 描述了 炼养内丹过程中的 种种表征 张伯端他做这个物证篇 这个主要的事 讲的是 内丹三部宫 第一部宫是 炼金化气 第二部宫 炼气化身 第三部宫 炼神还书 炼神还书 这就是最高的经典 第一部宫 炼岸墙壭 掌破蛋就叫津扬整人 北五注力 投掌养者是 最前进的一家族石 这在唐德以后 时 上实说 他去现起 那时刀胶又反战变化 照北端的自然短景就写了一部《五正弦》 《五正弦》的一种是以知识取决 用死刺而组成的一部短景 让它特别紧僻 所以它对刀胶的修炼工法有具体的影响 这就是功线 根据这笔《五正弦》就丑笑得很 《五正弦》就丑笑得很 你看《五正弦》叫做定罗以钱库而作 比喻人家《五正弦》就是想把牺口为定器 实质就是定器就是人生 刺刀五度越来碰 就人生的原型和原生而聚盈就对流 所以集血而我规划到 把人生的原型和原生都去规划到 归于整宫就成了单生态 那些实体太具体了 只要这样通过人家产生以后 就是修家成果的注释特别多 张伯端活了九十五岁 世人慕之为活神仙 他的身世坎坷 幼年涉猎三教经书 为太学生 居近世不地 后为府立 白玉禅在诗中说张伯端 原封遗造力三藩遭佩力 以下物真篇带些烟霞器 张伯端的代表作《物真篇》 是道教炼养内丹的主要著作 与号称丹金王的周易参同器齐名 张伯端好字阳 他曾在陕南汉江边的山洞里修道 该地因此得名紫阳 这是今日陕西紫阳县名称的来源 丹道这个比较明显的传播 这个之后大概有这么一种说法 就说这个丹道是文史最高 这个东华最广 文史最高啊就是说文史真人啊 就是老子的学生啊 就尹玺啊 他直接从老子这里继承 说他这一派的丹道是最高 因为他直接从心性 从心入手 直接反归到先天 虽然没有什么炼精化气 炼气化神的过程 但是他的精气直接就转化了 这是大功力大根基的人 这么做的 所以我们很少有人能够直接的去实现 所谓东华最广 这个内单 这也是我们说小周天大周天 他也说是最早啊 说是从东华帝君呢 传钟离泉祖师 钟离泉祖师 传吕洞斌祖师 然后啊有刘海禅 王冲阳祖师 这是所谓的北无祖 南无祖呢 就是张紫阳真人 然后石杏林真人 雪道光真人 陈尼丸真人 白玉船真人 到了白玉船祖师的时候 传播就比较广 在白玉船之前 南派也是寥寥 一个祖师 船十来个人都恐怕都不到 都不到 到了白玉船祖师就 这个事情就广大一些 传播就广一些了 然后还有北七真了 北七真是马丹阳 这个谭昌真 刘昌生 邱处基 王玉阳 郝台谷 孙伯二祖师 他们都修内丹 所谓北无祖南无祖啊 南北丹道两派啊 后来就融合了 讲南北二派啊 南无祖北无祖 就是说路守的情况啊 有一点不一样 有这个后十一般的说 内丹北派啊 主张先炼己 炼己啊就是炼心 这个南派呢 说主张先从命 先炼精化气 先从这里入手 百日住基 就是说有这么点区别 其实整个的过程是一样的 北派啊先炼己炼心 然后啊就这个炼精化气 这个也就是南派说的 注基得药接丹啊 然后最最后啊在这个炼器化神 还丹温养 最后啊就是脱胎 这个过程一样 这个南派呢 是先从这个注基 得药接丹 这个先做到这一步 也就是炼精化气这一步 然后再炼己 再炼心 这个不是说南派不重视炼心 为开始 这个张紫阳祖师啊 他在这个乌真片里就讲 他说若要修成九转啊 先须炼己痴心 他就讲过 第一啊要想炼成九转还丹啊 第一就要炼己痴心 全灵道分析两宗 有北宗和南宗 从产生的诗殿先后上来说呢 先有南宗 后才有北宗 南宗的创始人是张伯端 他是北宗的时期的人 而北宗的创始人是王重阳 他是金朝的人 我们可以看出呢 这个北宗是婉遇南宗的 但是从这个南宗北宗 这个名称的产生来看 是先有了北宗这个称呼 所以才开始有了南宗的称呼 张伯端在创立南宗的时候 当时并不成为南宗 后来因为王重阳创立了北宗 创立了全灵道 全灵道思想呢 和张伯端所传承的 这一系的这个丹道思想呢 有差异 所以说呢 到了杨宝明初 人们才开始 把王重阳所创立的全灵道 称为北宗 把这个张伯端所创立的呢 称之为南宗 所以才有 全灵道分成南宗北宗之处 但是不管是南宗还是北宗 他们都有一个源头 这个源头呢 就是中旅金丹道 对 全灵道的这个祖师 相当于五祖七祖 这个五祖七祖呢 是这个全灵道 它这个 宗祖谱系里面 非常重要的 这个开始呢 就是仅仅是在 下一代记载 在书籍 在前真教的书籍的记载 那后面呢 也影响到前真 前真派的这个公冠的这个建筑 比如像我们看到这个 现在很多的前真教公冠 都有这个五祖殿 五祖殿就供奉到前真教的这个五祖 还有这个所谓的七祖堂 七祖堂就供奉到这个 前真七祖 中国道教啊 从古以来有两大派 一个是俘虏派 后来发展出就是天使道 正义道 还有一派是淡鼎派 淡鼎派前期的代表人物是葛虹 维基南北朝时期的葛虹 他主要就是讲肉体长生 主要是练歪淡 道教这个淡鼎派啊 到了烫松以后就开始有转变 一直到敬元之际 出现了这个崇阳祖师 开创了全真道 是早期的淡鼎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创新 后来这个全真道呢 就成为中国道教后期的一个主流的教派 一直影响到全国影响非常大 这个在教育创新下 他不再追求肉体长生 而追求精神的解脱 精神的解脱 这是这个全真道的一个特点 他要求你返回你自己的真心 要发现自己的道性 不是靠齿腰 不是靠这个连弹呢 这个富士金弹 不是靠这个 而强调的身体的内部 静气身 利用自己身体内部的静气身呢 来要连强内弹 所以全真两个字 是崇阳祖师提出来的 崇阳祖师提出来的 崇阳以后才开始有的 那么一直到现在 仍然是我们国家的道教的主流 仍然是我们国家的道教的主流 为优伟大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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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